心肌梗死这个词是他首创的 关心病的诊断标准是他确定的 国内很多心脏病手术的第一次都是他做的 他一辈子都在研究心 因为他的存在 人们不再谈心脏病色变 他就是被称作当代心脏病学之父的心血管病专家 中国工程院认识陈浩珠 陈浩珠出生于中国香港的一个书香家庭 从小就是有天赋又努力的学霸一枚 受战争影响 他在流亡中完成了医学课程 他曾报名参加了解放军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 还参加了抗美援朝医疗队 就是前线转送下来的伤病员 1954年心肌梗死四个字 首次出现在了陈浩珠的论文里 从此 这个病名被认可并沿用至今 陈浩珠还是我国有创性诊断 和治疗心血管病的奠基人之一 他完成了国内第一例 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手术 第一例埋藏是永久性心脏起搏器安置手术 并率先报告关脉腔内超声检查方法 提高了我国关心病诊断水平 陈浩珠不仅是心血管病专家 还是个优秀的医学教育家 他培养了三名博士后 52名博士研究生 24名硕士研究生 在医院时 为了提高低粘子医师的专业英语水平 陈浩珠的查房是全英语交流的 这是医师和学生们最紧张 也是收获最大的时候 直到94岁 陈浩珠才因身体原因 不得不离开临床一线 医者人心 陈院士留下来的精神力量 会在一代代的医学工作者身上无限传承 小异人 小异人 小异一音 小异菜 小异一下